第16任的总统副总统及第11届立法委员选举将在1月13号登场 市长卢秀恩表示 选举在民主国家是喜事 也期盼所有候选人跟选民都可以维持良好的秩序 而市府也配合选举实施停车不收费 道路进挖等措施 要鼓励大家珍惜民主踊跃投票 积极行使公民权 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和国会改选即将在13号登场 市长卢秀恩表示 选举在民主国家是喜事 提醒候选人和选民维持良好秩序 珍惜民主 希望大选顺利圆满进行 他还呼吁民众记得带身份证印章投票通知单 前往指定投开票所来投票 这个礼拜六呢 就是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 还有国会改选选举 在民主国家是喜事 所以最后的这几天 我们要提醒所有的候选人 还有我们的所有选民们 要维持良好的秩序 珍惜民主 希望我们这次的选举 这次的大选能够顺利圆满的进行 市长及其民众配合选举日 有多项市政措施有所调整 包含投票当天 除了委外经营的停车场正常收费 其他路边公有停车阁 大约5万个停车阁暂停收费 为了维护通讯网路畅通 道路雨水下水道 污水下水道相关工程也禁止挖掘 在投票当天除了委外 因为那已经有签约委外经营的停车场 仍然维持正常收费以外 那包括路边的这个停车阁 包括有我们停管员巡场的这个 开单的这些路外的平面停车场 全部这个停止收费 大概有5万个停车阁 市长也再三叮咛投票当天 不得从事竞选助选工作 以禁止在网路发送选举资讯 拜托所有候选人和选民 务必遵守选举规范 让民主喜事选举顺利进行 激昂综换台中采访报道